如果整个结构要改了它是很大的货币, 它对租客有少少没那么能够的, 但它们很多时都未必会知道, 最紧要有加仕,因为加仕比电便宜。 在这个视频上,我想跟大家讲讲这个backboiler, B-A-C-K,其实你看到这个面是50%, 后面它还有一个boiler, 为何我介绍一下这个backboiler, 第一,backboiler是很旧的技术, 为何不换它呢?第一,这个cost很大, 第二,其实它有几个function, 因为现在在这里有个明火, 有明火,因为现在这个tank这里, 它是无暖气的,现在是靠这里做暖气的, 还有它供应的热水,它在煲热水, 放进去water tank,如果整个结构要改了它, 它是很大的expense,它对租客有少少怎么说, 没那么energy efficient, 但它们很多时都未必会知道, 最紧要有加仕,因为加仕比电便宜, 甚至电的屋我们都租得到, 但我想因为小建这类型的backboiler, 就跟大家解释一下,我们有得它, 因为它这里有块玻璃, 这些是新小小的backboiler, 希望你喜欢看这个video, 下一个video见, 请你转cios你转动, 我们在连转器里, 但是来这里, 如果你看这类型, 感谢观看